曲名 decía 我覺得這部片的片名怪怪的 因為我不會覺得口雞是一件很美麗的事情 對啦 有啦 就有去逛無錫 就有去逛西門 然後台北車站 看這部片的時候 我好像回到小時候的自己 原來我一直覺得很孤獨 是和口雞有關 我是李雙29歲 目前是全端網頁工程式 我的生活每天都在掙扎 有程式嘛 加班 存款 還有口雞 對我來說口雞不是單純的 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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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話 通常我會呼吸困難 心悸發抖 我要邊壓抑身體的反應 控制臉部表情 然後邊努力把聲音發出來 看到影片裡的人 他們說話說到哭 說到很生氣 我覺得很難過 因為我也常常有這些情緒 我也常常問自己 我是個有問題的人嗎 我到底上輩子做錯什麼 老天要這樣懲罰我 如果我不當人類當個石頭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擔心口雞 其實我從來沒想過 社會環境能夠包容口雞 因為很多事情做不好 就是你不夠努力 就是你的問題 我無論在怎麼練習 口雞還是會影響溝通 雖然我現在比較能接受自己口雞 也不怕別人知道 但心裡還是很否定自己的價值 我自己覺得口雞不是病 但是一種無法根治的障礙 那你們覺得呢 你也不怕別人 也不怕別人 我看到你們